这一章我们首先要讲的是这个 我们有一个Hymetonium 我们有这个算符 就是Hymetonium算符 这是第一步我们要做的 当我们有一个物理体系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这个Hymetonium算符找出来 所以你要找的是动能跟加位能 我们现在有位方形 这是我们的破函数 一个是Hymetonium 然后一个破函数 那破函数要满足怎么样 满足shortensual equation 那再过来是 就是破函数我们可以分成什么呢 分成空间部分加上时间部分 如果未能不是时间的显函数的话 我们的破函数是这个解 然后这个函数能满足 那它的意义是1 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 有不同的1的话就有不同的函数 所以真标1的话就这意思 那I跟Hymeton的意思 我跟你们讲过 I跟Hymeton就是说 要满足这个微方数的解决 有怎么样 只有某些特定的1 跟怎么样特定的函数才有解 其他不是任意的解 那这些函数有一个特性 那这是那个规义化 那如果是不连续的话 如果1N能量不连续的话 它是Chronical Data 如果1是连续的话 是怎么样 是Data函数 这些就是我们 我们讲这些 我们第五章讲的是一般性的 其实我们在前面的章 已经一度空间的问题 我们未能的 我们已经解构了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样 这是I跟Hymeton过程完整集合 我今天写这些 都希望你们能够记起来 这是量子物语 最基本的东西 我前面都是用E的 所以这个也是相当于 U 你们知道我写的意思 我把这一简写 所以直接写成M 那这是对应怎么样 对不连续的能接 写在这边清楚了 那最后还有一个特性是这个 这前面是跟时间无关的 这也是跟时间无关 这在K等于10克的 那这边是T的 你们知道 所以我把它挂起来 就是右边那个字子 因为每一个能态 每一个状态都怎么样 都乘上它的时间函数 那我们再看这一张 这一张送下来的预期值 对不对 那我在讲这边 根本强调就是说 你这是针对某个特定法来讲 我这边写在这边 就不同的状态有不同的预期值 这是任何一个算符 还记得算符代表什么 算符代表一个物理量 或者是任何一个 我们讲是某一种数学运算 那算符代表某一个特定的物理量 然后我们从这边 如果这个预期值是时速的话 作为一个算符 或者一个物理量 算符如果它是时速的话 它预期值是时速的话 我们称作它是和明显 所以这个名称要记得 这个名称要记得 就和明显是什么物理意义 如果存在一个这样的算符 那这个算符是跟 算符如果这个 它的预期值是等于它的话 那这个算符叫做A的怎么样 叫A的和明显的Gone 你知道这个差别 这边是原先 这是原先的A 这是这新的算符 这样清楚吗 那如果是这个 如果是和明显的话 如果A是和明显的话 它会等于它本身 然后物理量 物理量的预期值必须数数 所以物理量的算符也是什么样 和明显的 所以物理量的算符是和明显的 让我们看 一个和明显的算符 我们看有什么样的特性 第一个特性是这 这是和明显算符的特性 如果A是和明显的话 它的I跟Value是数数 我在讲课的时候 对我更名证明 那我这边只是更名 更名重新 把那个主要的意义 我把它带出来 然后另外一个第二个特性 这样清楚 然后另外一个是 这个是指数什么意思没有 就是起先 起先这两个 这是减病态 就是说 这两个状态的I跟Value是一样 那起先它不是等于零 它不是Orsogonal 那我们经过这个 我们换成这个另外一个函数的话 这两个就变成Orsogonal 然后再我们看另外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是倒过来 这是我们 我把以前我们所讲过的一些东西 我把它整 把最重要的东西把它整理出来 然后另外我们这边还谈到 我们还谈到十变律 这是十变律 然后第五章 这是我写到现在 就是第五章的主要内容 那我这边 其实我稍微提醒 提示你们一下 就是说 苏上常常常把这省略掉 苏上常常把这省略掉 但你要知道 这个符号是针对某个特定来讲 相信什么 就是这个量 这量是针对某个特定的状态来讲的 那苏上常常把这省略掉 这里你们要记得